那还是进去请教亮哥 对啦 我刚刚问你的 就是罗志强他显然会不会 在这一局博取到更多的同情票 我昨天你刚刚讲那个正常发挥 昨天你们这里的火爆 这两个现场我都在现场 所以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也听到罗志强讲 说他被要求两次 两次延缓宣布 已经两次了 那他对他的支持者也很难交代 因为你知道他的脸书的粉丝 是国民党第一名 总统不算 马英九不算 所以他当然有广泛的网络的影响力 这是事实 比如说他说要在抖音连署100万 他昨天才刚成立现在19000人 应该预期会跑很快 标很快 那个抖音18岁到24岁有38% 那这个部分大概就 就已经超过100万人了 所以国民党当然也要评估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 40岁以下的人怎么看你 因为你可能会考虑到要当地 当地的民意代表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是当地的渊源经营多久 那可是当地经营很久也不足以慎选 对 因为据我了解拿出来的民调事实上都是输的 不管哪一位参选都是输的 而且对手不是陈时中还有别人 也是输的 也是输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当然就意味着国民党需要更多中间票 需要更多年轻票嘛 那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让一个人 他只是宣布参选 对啊 那至于他未来会不会出现这谁知道 是啊 那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紧张成这样 那就让他去走嘛 他如果能够争取到后来变成多数的支持 那就是他的本事啊 那为什么会紧张成这样 这是我难以理解的地方 还是怕他真的会赢啊 不因为如果照这个黄建廷的讲法 就是说本来他民调很差嘛 对啊 可是现在冲到二三了嘛 那确实他的网路造势有助于吸粉嘛 你刚刚那个Law News那个应该也是网路民调 是网路民调啊 那就冲到66%说让他试试看嘛 对不对 那是啊 可是这个因素 其他人如果因为就是硬不让他有机会来试试看 我觉得其他人都会受伤 那这个恐怕国民党也要考虑一下 好因为看到其实蛮多的这个网友在聊天室里面 就有讲到说宁可不投票 也不会去选不喜欢的人 不啦因为这个氛围啦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就是你看民进党屏东今天开多春米刚出现 对 这过程是杀的血流成河 对不对 可是因为规则清楚 对 所以大家输了就认 最重要是规则要清楚嘛 然后每个人都有参选的权利嘛 你参选权利被尊重 然后规则清楚 那我输了就输了 可是你不能说我没有权利参选啊 因为我去试试看 你可以讲很多理由说你空降啦 你没有在地渊源啦 那请问陈时中有渊源吗 陈时中桃源民调也是第一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很难讲啦 选举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 那韩国瑜有经营过高雄吗 那不是当选高雄市长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让他试试看啦 然后输了就输了嘛 那他也承诺说他会尊重结果嘛 那如果你连这个权利都不给人家 然后规则 简单讲就是没有自由参选的权利啦 这个坦白说是 我看民众党也看不下去啦 就是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啦 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政党 对 没有自由参选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百事不得其解 那现在在线上的呢 是我们这个桃源新选丰 连线的在地议员 牛许庭 小牛议员您好 议员好 议员之前就是有出来挺罗志强嘛 那可是因为现在 国民党中央已经说得很清楚啦 就嫌罗志强强哥的民调低啊 但是这吕玉玲民调比他还低啊 那又嫌强哥不是在地的 但是他选桃源如果是空降的话 那要他去选高雄 高雄就不是空降吗 就说因为这些原因不办初选 我是觉得站不住脚啦 就说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让他选一选嘛 比如说真的嫌他弱的话 那就是用初选下架罗志强啊 不就好了吗 议员 我是觉得应该要有一场初选啊 或者是有一套的机制去 让候选人充分发挥嘛 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从 比较健康的角度 你应该是要鼓励大家来争取 这个市长候选人的资格嘛 那要怎么样争取其实才是重点 我觉得是不是用民意调查 或者是你要用协调 最后你可能要征召 我觉得这都是手段 但关键是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之中啊 你有没有让每一个选将充分的去发挥 然后让他们去争取市民的认同嘛 健康的政党政治或者是决裁 他应该是我给你充分的空间 你提政策嘛 去跟市民朋友去做对焦嘛 那最后是看谁政策最好 争取到最多市民的认同 那他最后得到胜利 也只有这样子的方式 大家未来才可以团结嘛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他鼓励他的诉求是最能够获胜的 你也只有这个理由 大家能够顺理成章去团结 但是显然如果是用比如说放话啦 比如说是用刻意排除 或者是用一些片面上 政治人物的一些判断 然后你就要直接钱钢独断 莫斯托赌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好吧 因为这个过程之中不但 这很有可能是结仇结怨的嘛 那到最后这个结果 不管你最后选出哪一个候选人 他身上都背很多仇恨跟负面的包袱嘛 那你这样子大选要怎么打仗的 你要怎么团结的 我是觉得看不太懂嘛 你好歹让罗志强 强哥在桃园发挥发挥嘛 让他提一提对桃园的愿景嘛 让他跟桃园市民多对话 然后你再用一调查来决定说 他是不是一个选择的参选人 那这样到时候你要写的也好 你或者是要征兆不是他 大家也都有交代 你让他把他该完成的认证 让他把跟桃园市民的承诺 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样子做可能对国民党也好 对罗志强也好 我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前进嘛 那第二个我澄清一下 就是说所谓的地方排斥这件事情 像我就排斥了 虽然我不是国民党 但是就我所知 我很多国民党的同事 我们都桃园市议员 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这件事情 也没有讲说 至少我个人听到的 没有人讲说他很弱 我不知道党中央的消息 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讲法是 对于我自己认识 比较熟识的来营的很多 在桃园非常努力耕耘的市议员 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们这样子一讲 你党中央这样子的调子下 你不是献这些议员鱼骨 你让这些桃园很强的这些 市民跟强粉 你要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桃园在地的市议员 小牛议员 现在在桃园当地的氛围 对这件事情现在是怎么样 当然大家都很焦虑嘛 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是一直冲突嘛 而且越讲越严重越扯越大 那你是不是对所有人 特别对于议员来讲是煎熬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开大门走大路嘛 你如果要决定一个桃园市长的候选 你就让所有人都浮出台面 公平竞争 让所有的议员去占每一个人的台嘛 这样子也是中立啊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国民党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处理 不就好了吗 对于议员的选举来说 是不是也比较有帮助呢 结果你现在用片面的调查 然后你还片面的诠释说 一面倒的不支持 所以我要排除你 你这直接在桃园在一方政坛 你就丢下政叹蛋 你让所有的人都非常难接球啊 你要我国民党的这些议员同事 你要他们说什么才好呢 要拥护党中央吗 然后得罪很多基层 妄志心切希望改变的选民吗 你要他们做这样子的 还是你要他们光明正大的场中央对着干 为什么要陷他们于哺乳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的操作 大门大路嘛 公平竞争啊 用健康的方式才选择候选人 不管是不是罗志强 我想至少对国民党 对于整体桃园的市民 对桃园的政治发展 才会有正面的帮助 好非常谢谢小牛议员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次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GO